喂 再來一個 別出家了 欸 是不是大個人 我真的 你再問一次 一定是張家輝那個 我自己感受越來越深 我覺得家輝的演技 心不口氣 還有他那種精神 一直夾著那種努力 拼搏 大事件的時候已經很厲害 什麼動作都自己來 又撞車又飛 這次也是 然後我們打拚拚 難道不用替身 我自己都… 哎呀 我自己… 要叫我體育力一點 家輝覺得 鏡頭出來的感覺 真實很重要 還有… 可以做到的 他都會努力去做 所以我覺得… 在他身上 我覺得這個就是 香港醫院的精神 一個一出場 走死的靈女 一個出場 天下第一美女 是吧 韓國的 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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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奶奶就是我們 劇中最主要的一個關鍵人物 他是一個 韓國超級名望 然後我們有一場戲 我們幾個匪徒 去抓著他 去控制他的時候 他就不停 反抗 但他真的很用心 所有的椅子 床都是鐵的 他踢到 整個腳都爛了 雨了 哇 真的很用心 我們對他覺得很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拼了他一個 一個屍體的道具 他由頭到尾都躺在那裡 那我還沒看到真人 後來我來香港拍 他之前的電影 我看到他很感激 因為他是 黑奶奶 他沒有穿衣服的道具 躺在那裡 我們經常在這個 照著 屍體裡面的 腸 那些女眾 還照著那顆子彈 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是 我覺得我很熟悉你 但是 我們第一次見面 這樣一個 很有質感 惡靈惡相 但內心很善良 然後對到戲呢 就要找回那顆子彈的 啊 我嗎 哈哈哈 首先 小齊那個 那個 那個外殼 就很 很有質感 就是很 man 很有 粗糙的 男人那種 那小齊 我想一向大家知道 他都是 他人都是很隨和 其實他是一個 戴好友 戴好友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什麼都無所謂 什麼人都 他都 他都不會害 他都不會殆 他都不會殆 他都不會患 他是最多獄的 任何人都會遭受